这是上一期我讲的那个春秋晚期的一个S型的一个摇尾龙 你看这个地方呢都已经产生钙化了 这个地方都已经出现开窗的一个现象 这个包浆这个其他的一些现象我们就不多讲述了 我们主要是呢把这些黑点的现象来讲一下 就这些黑点的现象 就这些黑点啊包括这个地方这些黑点 我们用高倍放大镜呢以后给大家放大一下啊 当然这个玉上呢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 就是这个列啊 待会儿呢我还用放大图给大家讲一下啊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避老无疑的一个东西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遇上这些小点的放大的高清图啊 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 并且高取右表啊 你看这些小点很明显啊 首先它不是沁色 这是一个渗透交接产生的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 啊这个从科学的原理上已经很容易能解释的清楚啊 这个就毋庸置疑了 那么我们仔细的再看一下啊 所有的这些小点 大部分都是高取右表 是渗透到预质内部产生的 这些物质呢 一般会是铝 硅 铁离子的一些水溶液里边的胶溶物 啊而渗透到预质内部 内部产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永远不可逆的 是造假 目前永远仿不到位的一个现象 啊你看这个遇上多处有这种现象的产生 它分布是没有一个规律的 只要哪个地方有空隙 它就在哪个地方产生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遇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一个列 你看这个列呢 首先我们来确定这个列是不是后天列的 你看这个原来这条阴线 它列完了以后产生了一个错芽的现象 如果是这件遇上本身原来带的列的话 如果来叼这个弓的时候 它很难保持这个阴线这个弓的平行性 所以说这个列呢 典型的是欲入土以后产生的一个后天的列 这件东西呢 同时这两个不可逆的现象的存在呢 更说明了这件东西 避老无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